中国大陆最近发生了一连串外面以上不到的怪事 首先二十大之后 大家都以为习近平的大权已经在握 所以他就去访问沙特阿拉伯 在此期间突然爆发校园的白纸革命 然后江泽民死亡 然后很多人都看到习近平利用江泽民追导会 令到他自己政治上的得益维稳 在指导池里借着纪念江泽民捧自己 暗示自己是江泽民唯一无二的继承人 还有如果要纪念江泽民 就要加强对他个人的服从和崇拜